总得经历职场与家庭两头烧的日子 才知道过程既辛苦又挣扎 孩子如果生病或者是上下学 就是妈妈接受 工作上有多一点弹性给我们这样子 断掉然后自己去照顾家里的人 非常辛苦 人力银行调查 60%的职场妈妈觉得台湾职场环境不友善 其中请市价的六成四比例曾被公司刁难 国外企业如何打造友善的工作条件 荷兰企业让妇女员工弹性上班 保有工作的成就感和晋升机会 还能兼顾家庭 因为种族 因为社会动荡 它这个议题变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以外商企业来说 这会是他们工作的一个很清楚的重点 在全球怎么样去让它一致化 相较之下 北欧人民工作方式很弹性 荷兰人一周兼职两天以上就算正式员工 福利薪资按比例打折 芬兰实施工作时间法 员工最少二分之一公时的上班时间 和地点由劳固双方协调 瑞兰孩子满八岁前 父母可选择全职到八分之一不等的上班时数 不过台湾也有企业改善托育措施 打造友善职场 资通大厂与同栋大楼的幼儿园合作 员工不必薄命赶入接小孩 只需电梯温馨接送情 拉近母亲与孩子的距离 有一个工作跟社会是相接 然后让我可以 甚至以后跟我的小孩 也不至于说有代沟太大 有别于一般企业试试腾出空间 公司打造宛若五星级脊乳室 贴心的独立隔间 消毒 冷藏 电动设备一应俱全 脊乳的同时 我也可以同时就是做线上的会议 或者是一些没有的收件 脊乳的时候都可以遇到 同样一样是脊乳的妈妈 他们就有些比较有经验 就可以跟他们交流 有专属的空间 从人进去之后 他会觉得他受到尊重 他受到支持 结果双赢 就是员工满意 然后企业也能够get到 好的一个同仁的全新投入 还有做那种上游的祈祷的知识 公司聘请专属医护人员 孕妇咨询 亲子讲座 线上互动课程 都纳入工作KPI 中午时间开设瑜伽运动课 如果我们回家的话 其实是不太运动的 只会顾小孩而已 企业透过弹性工时 托育措施 专属空间和课程 停车优惠 生育奖励 育儿津贴和优于劳基法的产价 打造友善职场 不过就算投资上百万到数千万元 硬软体 背后的企业文化才是关键 搬运一些物品 其实包括同仁 他们都会很主动地来跟我说 你不要动 你不要动 大家都很尽量地帮忙 我可以一起分担工作上的事情 我加入ASML之后 大概第二周就发现我怀孕了 老板跟我说的 问我的第一个问题 其实是 你打算休多久的产假 那我们可以怎么支持你 我老板还是给我 就是考级师 就是above那个average 企业生存大不易 额外投入友善职场设计 其实也帮了自己 体贴 他们也非常地善于沟通 他们在团体里面 是一个很柔和的力量 我们的主管 他们就是这样子被照顾上 尽量支持他们成员 去做对的事情 这样这个企业才能够 所谓的永续发展 职场照顾女性员工 让他们育婴流停之后 回任比例超过九成 降低妇女离职的几率 也减少日后重返职场的难题 对女性和企业社会来说 是长远之道 谢谢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